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旅居美国的画家王玉琪先生 欢迎你 谢谢 您是95年就来到美国了 不过当时您是在芝加哥居住了两年 97年来到纽约就一直留下了 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对这个居住地或者是对艺术环境 颇有要求的人 应该是 纽约把您留下来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它的活力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边 因为我们中国人 曾经经历过一些对西方不太了解的情况 所以当讲到西方的时候 我们概念也许并不明确 西方就是很大的一个笼统的地域说法 但是美国似乎最后终于到了以后 你最后发现跟欧洲差别很大 而纽约似乎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又是个集中体现了美国的一个形象 所以纽约似乎就是一个到西方来要了解它的一个梦想的地方 所以芝加哥的两年当然也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跟现在的也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芝加哥也让我觉得像天上掉下来的城市一样的 他崭新经历过他的大火 重建这么个故事 可是待久了以后 我发现因为艺术家说白了到这边来 真的没有我今天这种现状这种情况 居然这么长的生活在这留下来了 当时就觉得就想来看博物馆 感兴趣他的艺术方方面面的这些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所以当然东部四个大城市挨在一起 从波士顿纽约飞城到华盛顿 那当然太太嚮往了 所以最后两年之后就觉得芝加哥很美 但是太安静了 所以你还是在纽约来吧 所以纽约来了就真的有好多机会有可能还会离开他 对 比如说早年最初那两年到佛罗里达在云林二安德蒂赞那个school去讲学 他们就学校就说我干脆你留下来吧 因为您本来就是这个老师出身嘛 原来在天津美院任教 是 所以最后我说 呀我到美国来好像纽约就是我的目的地 而且教书呢 我似乎觉得刚把教职辞了 再回到学校系统 似乎觉得没有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 就想真的是想了解并尝试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最后还是婉言血结了人家 然后就这样 还是来到纽约 包括去加州 加州又有朋友 招呼我 说你用不着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你知道 好多中国艺术家来这边 都有一个很艰苦的开始的过程 所以大家说 哎呦我们这边有一些资源 可以帮助你过渡 相对顺利一点 没必要自己怎么样 可最后我还是婉言谢绝 不管是公的私的 最后我说还是回纽约吧 自己试一试 就这样一直留下来 一直到后来 那个以至于 就是说 跟这边的美国的话 这个圈子越来越熟悉以后 美国人也好奇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说你为什么在纽约 我说我是因为好奇 他说那你待多久了 当时问我都说十年前都十几年了 说你都十几年还好奇吗 我说还好奇 因为 现在依然好奇吗 对真的 就觉得他的那种活力 他不再说这个城市 你真的是见过没有 来过没有 而是说他发生的事情 永远在像一个 不息的海水一样在涌动着 你知道有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越来越才发现 这个纽约还有好多 我想做而没做的事情 尤其是近几年 在您的画作中也常有体现 是 创作了大量和纽约题材相关的作品 特别直接 特别直接 甚至我原来 比如说画画 大家喜欢签一个名字 对 签一个时间 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画了 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曾经我还特别习惯于写纽约 纽约嘛 谁都知道 但后来因为我的题材 大概我不小心 我在布鲁克林那个 Red Hawk那边的画史 从01年到现在 居然18年 这画史 我都没想到 我会在一个地方 待这么久 包括我的人生 有限的时间里面 在包括在国内 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 不管大城市小城市 都没有 这种一次性连续的住这么久 所以突然发现 这个好奇心 原来是 其实是对你熟悉的熟悉 事情呢 重新的发现 所以我的题材 现在 甚至我好几张 很认真的作品 都不再是 简单的说纽约了 干脆就是我的所在的 那个 旧的后工业 风格的那种港口 Red Hawk 任何事情 我都想把题目 放在那个地方 这个Red Hawk 这个上面 甚至美国人都觉得 哪是Red Hawk 包括我得奖作品 两次得奖作品 都有题目上 有Red Hawk这个词 他们就问 说Red Hawk是哪 我说OK 你要是 你们都知道纽约 都知道布鲁克林 如果你们不知道 哪是Red Hawk的 从你们看到我画 之后 我相信你们不会再忘记它了 是这样 我觉得很具体的 在让你一个画家的视角 在跟这个世界在对话 跟你的周边在对话 所以就一直这么待下来 好 我们先来看看您的作品 来导播给我们切一下 没给啊 您没有发一些图片 我发了 发了很多耶 OK 那我们可能现在 他们没有下载 这样我们后期加 那刚刚剪一下 您微信发的照片不行 我们需要高新的图片 是 就有剑发的 我跟他说 我就马上就说 我说你看你浏览一遍 需要哪些呢 可以随时告诉我 我再给你发 我们后期加 后期加 对 我们现在先聊 好 就是没有针对性了 好像是不是 我看了您发过来 微信的照片 对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 以纽约为创作题材的 这些作品之外 其实您还有一个非常 有标志性的一类作品 就是这个人物画像 其实有很多人会把您 归为肖像画家 特别是美国的很多 这个肖像画家协会 也邀请您 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 您的这个上了 这个artist的封面 这个也是作为 这个肖像画拿奖之后 刊登的这个杂志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您自己 其实并不太喜欢 人们把您称为肖像画家 是 这个怎么来讲它呢 因为良心讲 我对人物是自始至终的热爱 来观察人 表现人 甚至来在某种意义上 赞美人 通过人物的这种刻画呢 来表达自己作为艺术家 对世界的一种看法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关注人是我的本能 的一种天性 甚至是 甚至我特别习惯于说 作为一个画家 人物画家 实际上是 你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的 或是一个目击者一样 观察人类的生存状况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这个文化的这个 这种差异性 这种区别你跨越以后 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人本身 甚至超越了种族信仰和文化 这些东西 所以我始终关注人是对的 而肖像画呢 它也真的是绘画里边 很大的一个类型 当你有了这种技巧 或者人家欣赏你 刚好有这种机会 邀请你参加一些活动 自然呢 大家就觉得 我们是一个圈子 一个类别 可是呢 在这个圈子里 它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真的是 因为画家有各种可能性 表达 所以他们会很单纯的 画一个肖像 不是不好 但是我是觉得 本能上来讲 肖像真的是我的一部分 我大量的精力 其实在这边并没有 专门去接那些定见 而且用照片来工作 这种去做一个很好的 这种promotion 限于肖像这个范围 我实际上反倒是 有意识地约束我自己 就是在一定情况下 用肖像 因为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一般的 就是要画具体的人 生活当中的人 偶尔的时候会画逝去的人 根据图片啊 历史资料或照片做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呢 肖像给了我一个实际 接触人 不同人的生活的一个机会 你看您画了很多 不同类型的人 包括中国人 外国人 西方人 移民 是是是 而且您的画风 其实也是变化多样的 原则上是这样 就是说一般人会容易说 澳尼的风格的改变 可是在我来讲 我认为是很自然 没有有意识地去要改变 单看你面对这个题材 这个对象或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会想到 我就该这么画 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外在的一个原因 时间不够了 看上去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 像素血一样 对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别人就会 因为有的画家就是说 他只把那种样子 作为自己的绘画的一种习惯 这样大家就认为 它叫那种风格 可是当你的 这种各种可能性的情况 放在一起 对于别人就等于跨越了不同风格 可是对我来讲 我说这太正常了 这个不是一个严格的 学术上说的风格上的改变 或者我人为的一种设计 不是的 对 那您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您的重点在哪里 您最喜欢表现人物的什么 或者是您在和人物 这个个体对话的时候 您是如何来抓住它的特点 并且把它悦然纸上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对人的理解 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功夫在诗外 这个道理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对人的关注 一般人就说 我知道你这个画家是什么风格 比如说要是咱们 针对这个肖像这个话题展开的话 那就说我们对你的风格有所了解了 你能画得我很像 尤其是这个写实注意的 那我们这就是要 要求你做这件事情的 这个一般来讲 它是你在你的学术的 或者专业训练上 或者你的职业要求上 你应该具备的起码的这个技能 或者你的能力 你知道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 你当你看他画的人太多了 那个水平差别也很大 或者侧重面不一样 同样一个人 几个画家围着你 比如说您是模特儿 现在几个人围着你画出来 它并不仅仅是个角度的差别 而是大家对你这个人物的把握 和他对你的内心的理解 甚至包括画家自己 对艺术对审美的一种趣味的 这种自身的这种锤炼 都会通过你这个特定的题材 和主角这个角色呢 它进入一种综合性的处理 就完全不同于一个照片 为什么我们今天你看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就说好多人夸赞你的画 这类画的话是说 哎呦它太棒了 画得跟个照片一样那么像 其实这个在某种意义上 是对画家的一种贬低 你知道吗 能力是一种赞美 但对艺术趣味来讲 它是一个贬词 并不是好词 因为画家好多人知道 照相机发明已经200多年300年 它其实在功能上早就说 某种意义上宣布了绘画的死亡 可是绘画今天为什么还没有死亡 它还在做 就是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其实这个人的这种观察 除了技术上 器材上和人眼睛的差别之外 它还有好多这种文化 和心灵上的一种沟通 就是艺术家的再创造 再创造 下意识当中的再创造 这个东西已经远远超越了 照片那种瞬间的那种定格 你知道它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王先生 接下来想请您聊一聊 您的这个艺术经历 最初是如何开始接触到绘画 并选择它进而成为您的这个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事情 如果用大家习惯称呼的那些词汇来形容 使用的词汇来形容的话 就是说它是个自然的情况 甚至说其实人比如说在艺术里边各方面 比如说有人有音乐天赋 有人绘画天赋 对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孩子的天性 只不过是有些人多一点 有些人少一点 而有些人可能没有被发掘出来 而有些人不管是主观也好 客观原因 然后让他发掘出来 而且是得到了鼓励 或者有机会让他坚持下来 关键是他自己有这个兴趣 如果你要对一个完全不懂事事的一个小孩子来讲 他如何选择 他没有选择 他真的是涂牙一样的 自我的孩子涂涂写写画画 就是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开始 只不过呢 就是说我可能个人来讲 更痴迷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再加上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原因 让我有机会 你画的多 自然就比周边的小孩子画的好一些 当那个时候有些那个比如说社会需求 然后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 那学校最后从小学可以说黑板报啊 什么社会上的一些栏目烂七八糟 这些事情自然就找到一个小孩子来做 你做的机会越多 那你的不管那个时候你对艺术有没有概念 至少你的手和视觉和训练 这些事情在一个非专业的情况 不是像今天我们为了考大学找到了一个老师去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我那个小时候开始本来出生在大城市 出生在天津 后来又到宝定又怎么样在国内的生活 但是最后呢 我们的小学生活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来到了一个县城 安国县 所以这样一来 我的从小学到中学毕业 甚至还有两年插队 整个这个事情都在一个县城读过的 可以说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过 我不知道外边有美术学院 我也更不知道我这种孩子说 如果有特殊的天赋可以去上美院附中 可是我没有不了解 家里也不是画画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是自己靠社会的一种 今天说是业余范儿 你知道 但是社会需求 然后就这样一直在画一直在画 以至于我在上大学之前 实际上我已经进入河北省画 今天的画院 听说您18岁就已经创作了这个大幅作品 而且是这个红色题材的 那时候都是红色题材 所以我不愿意多描述那些事情 就是说大家认为那个东西并不是 所谓真正的艺术的那种表达的那种正常的东西 可是大家那个时候没有选择 都是这么过来的 而我真的也是那时候 那画院一共全省的画院 那也就20来个名额都是老师 都是后大学后研究生的人 挤过头才能进去的地儿 那我一个小孩子那就直接就进画院 只不过是到了画院两年就觉得自己需要学习 才回到去考大学 去考大学 所以当时的好多知道了解我的老师辈的人都会说一句话 就是你去上大学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大家认为艺术家最主要的时候能够创作作品 而你呢一个小孩子你太早熟了 这个东西在当地都知道这么个孩子 所以你早解决了 你去大学是去补课的 因为你一些基本功啊 一些专业的训练你没有过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倒过来的 那您自己的艺术风格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就是 因为是你没有真的跟着某一个老师去真正的学 所以都是自己 自我养成 对 真的是那种soft talk那种感觉的 你知道 所以呢 就完全凭着自己的天性在选择 风格这件事情呢 那时候能看到大量的东西 作为我来讲 你想想在一个县城 今天你去想一个县城的小孩子 当然今天媒体电视啊 各种这种网络啊 这种信息太方便了 可那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也看不到真正所谓的画册 什么油罐水粉 这些东西都不懂 县里只能有宣传用的那种 简单的墨水毛笔 甚至那我记得那墨汁 还是现在不生产了 当时除了黑墨汁之外 还有黄色的和红色的 这种大宣传嘛 那种那种 除此之外 连我也找不到别的 农村还能找到个别某个人家里有 有有什么书 是戒子园 中国画的 当然就是中国画的了 所以开始也是毛编纸啊 自己拿报纸 想办法制造一个效果 也根本不懂什么画种 实际彩油画 素描和什么国画 这些概念是都没有的 但是慢慢慢慢 你自己读书了嘛 然后找到 尽可能找到的东西 然后开始先从 也真的是 从中国的东西开始了 不是老师教 而是自己找来的 但是那个时候 偶尔的也能看到一些 那个时候运动当中的一些 印刷品 小册子 讲不同绘画的东西 这样到高中以后 逐渐的明确 而且有一定的知识量了以后 就发现 还有一种东西油画 而且看到人家 那个书上印的那些东西 包括那个宣传画 水粉画的 你突然发现 不能从专业上说出来 但是你已经被那个 色彩本身的那种东西 所吸引了 你觉得那个表达的 比如我们有线的这种 线描国画 几个单色来讲 丰富了好多 就完全开始拿自己线 又不知道那些材料在哪 就拿自己的毛编纸 水墨 然后开始临摹那些 所谓的油画的那种东西 当然你这个随着你自己的兴趣 不断的深入 你也知道这种材料做不到那个 那就用水粉去临摹油画 最后变成找来机会 拿油那个汽油 占着油漆 帮着学校画 比如说体育运动会的那种大的宣传广告 运动员的广告 或者是有的特别大的那个领袖像啊 也是拿汽油当媒介来弄一些简单文革前的一些找来的颜色来画 就这么完全是业余范的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慢慢慢慢我觉得进入油画完全是因为 我觉得是本能的油画本身的魅力在吸引我 后来才开始想到有风格问题 然后可能是看到了苏联的画册或者怎么样 但是好玩的就是写实的 对现代艺术所谓今天咱们张口就来的 不画画的人都知道梵高毕加索一样 那时候对我来讲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些 能看到的有羡慕 所以有好多非常好玩的故事 就是你作为一个完全不懂的人 又这么喜欢画画 经常在文化上艺术上 按照了解美术师的人来讲出笑话的事情 对所以还真的谈不上是说 用哪种方式给改变了 从开始来讲特正常的一个自然进入的过程 对 就自我成长自我养成 对 那您到了这个西方之后 因为您在中国已经对这个油画非常了解 也通过这个学院的正规的学习 对这个西方的绘画语言有了很多了解 虽然您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并不是油画专业 那您到了西方之后 这边的环境也好 或者是艺术氛围也好 令您的这个绘画产生了怎样的改变 我觉得是这样 也有一些变化的 你就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呢 大家的这种写实的训练和对色彩的理解 也好油画的艺术理解呢 它基本上演习了一个18 19世纪 就是西方艺术的那么一个成果 通过苏联的特殊的中苏关系 影响了中国几乎是99%的画家 而我不在那种手把手的系统里边 我始终我觉得我是个边缘的一样的 因为是自己喜欢 那就我各去自己选取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现场没有或者现实当中没有老师自己喜欢 那我去画册找 哪怕那时候很低廉的那种印刷质量的画册 或者甚至连颜色都没有黑白 那我去猜 因为你对材料 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毕竟有好多技术的问题 就像我们中国人学铁匠学木匠是一样的民间手艺人 他有手艺的这部分 手艺这件东西就是属于你熟能生巧 你运用这种材料 它随便你调和它 你碰触它 然后出现在你调色板 出现在画面上 甚至纸面上 这个接触本身的这种时间过程 绘画过程 你已经知道某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个个人的体会 我觉得远远胜于你去就是特别那个按部就班去跟谁去学 因为说到底技术这部分是可以这么传承可以教的 但是最终这不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到我西方过来以后 虽然我更了解 这也是我到这边的一个真的很强的一个目的性 就是倒要看看这边的画家是不是还在这么画 而且他们对这个画是怎么理解怎么掌握的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给我带来的什么改变呢 倒不是同类画家给我带来的 因为他们这些画家在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和艺术背景不一样 就是人家在这边似乎你找到这个同类了 可是这个同类他们成长的过程 可是同时经历着这边上百年的现代运动 艺术运动 所以他们已经不是 怎么说呢 今天终于大家老再用一个词 就是说边缘化 其实他们被边缘化一百年了 但是他们还在坚持 当我们认为他们消失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 而且传承关系 师承关系那个线还特别严谨 从来没断过 而且他们的追求 一方面你认为特别狭窄 可是一方面你又认为他们很可贵 就是因为他们就有意识地要回避现代艺术的影响 这是他们的坚持 而我呢不一样在于哪呢 我虽然带着中国的这种痕迹过来了 在技术上我觉得我没有太多好奇的东西 这真的不是自己在吹自己 因为92年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 有机会代表国家去参加西非的一个国际艺术节 而且是第一次过境巴黎去看卢佛宫奥塞博物馆 所以当时呢 我回来以后有人当时国内 我记得读者文章还是什么上面采访我也说了 问了我一句话 把那个当题目 说的王学奇在卢佛宫 看完卢佛宫说的 他可以画的跟他们一样 至少一样好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说我要作为中国人说狂话 而是我被某些生动的东西所吸引来说这句话的 用不着放大它 你知道吗 因为咱们看不到油画艺术原生态的东西在国内的时候 当一到卢佛宫 一到博物馆那种光照环境 再加上周围全都是你在书本上至少 这节目是 brought to you by Chase